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玄机解码》 又是我BECA老师 在这里跟大家讲风水 讲圆河和讲赛马 继续有我的demand 今天看到我们的嘉宾 帥哥嘉宾来到我们的节目 终于有些帥哥上来 通常都是帥女多一点 我们每个嘉宾都有帥哥又帥女 好像帥女多一点 所以我有福气多一点 今次BECA老师的福气 因为邀请了个帥哥上来 那我就是Alan 欢迎Alan 大家好 你好 Alan是跑车餐厅和车行的负责人 Alan可否简单介绍一下自己 好 你好 我公司是泰来车行和平山跑车餐厅 我为人熟悉的 这几年比较多人认识 因为是这间跑车餐厅 因为它是汽车主题餐厅 我们的招牌是跑车 红色的跑车 里面是跑车椅 车车桌 红绿灯的灯式装置 还有一些车车的灯灯 刀叉也是螺丝批刀叉 全部都很特别 可能是相关的 我想问香港有没有双类似 或者同类型的餐厅存在 以前很多的餐厅 也不多 以前曾经试过有几间汽车主题 尖沙咀好像有一间叫Fiat Benz也有 Benz也有 但是我们坐跑车椅是第一间的 是用跑车椅来做 真的是那些被子的 真的跑车椅 那你是不是要去餐厅吃饭 然后一会儿跟车走了 不然他要去餐厅吃饭 对 很多小孩子喜欢 是吗 因为小孩子坐在跑车椅上 拍照打卡 其实打卡一楼 但是跑车椅应该是这么高 他只有这么矮 对 这样才漂亮 最后要拍得很修处 很多小孩子很喜欢 好 我想问 可以介绍你来 或者我知道Alan 都在不同的平台做过很多访问 是 Alan也是名人 是名人 是 跑车是KOL 我们现在很流行这个字 KOL 我想问 其实怎么结缘 你跟这个叫赛车 是 可以简短去介绍一下 好 其实我以前先开车行 车行做了15年 餐厅开了大概4-5年 我以前去瑞士讀酒店 是 在瑞士讀酒店 回来香港做过三间不同的酒店 是 做到最后那间 就打算结婚生孩子 找了外快 那时候就试一下 不如找一些生意仔做一下 试过收第一辆车 五千元收第一辆车 回来试 五千元那辆是什么车 那辆是KOLO 15年前 15年前 15年前五千元也算便宜 便宜 便宜 其实最搞笑的是 你今时今日那辆车 都不只买到五千元 如果当年买到那辆车 到现在都卖不出 我还没用输 对…五千元算便宜 所以几千元的车 就最抵较 多不多几千元的车 很少 很快被人卸了 通常是几万元 是实用的 是实用的 你五千元收回来 你用了多少钱 把他放出来 我总之三天就放了七千五元 即是雇了五十分 三天雇了五十分 是呀 第一单生意 那也挺好 我还没做完这单生意 我不是立即完成成功了 就辞了酒店的工作 我一直做着酒店 一直做着汽车买卖 我继续了两年 才想想 不如全职试做汽车买卖 才辞了酒店的工作 但为什么这么勇敢 就是完全在这个行业 都没有 没有的 一路做一路学 因为我真的很喜欢车 我当然知道 刚才你也说了个故事 你说你十八岁 就已经第一日 生日那天 怎么可以这样 因为我是十九岁才去考车牌 为什么这样 因为我在去瑞士之前 其实我去过纽西兰 我去高校 我去高校的时候 已经考车牌 我从16岁 在纽西兰 考到车牌之后 在香港就可以吸入香港牌 我当天 早上九点 就去运输处牌队 吸入香港牌 所以由16岁开始就开车 在纽西兰 在纽西兰 就是合法地开车 我知道有些是香港务部 那些是最早期 我知道一个人很厉害 13岁才开车 那一次是一个坏教材 我想问 13岁开车 真的一早就会开车 还是那时候是摸索 整件事就是我八岁的时候 爸爸买了那辆车 是Colorna 我经常坐在车头看他开车 我八岁 即是观察他的车 观察了他六年 整个脚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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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14岁有一天凌晨2点 趁他睡着了睡觉 他去到他的房间 就拿了他的鎖匙 拿了他的鎖匙 拿了停车场的脚够长 够长吗 他很厉害 你拿了停车场的脚够长 真的很厉害 真的 在停车场 其实已经撞到车困难了 才能出去 即是真的没办法顺利 不懂 我以为是顺利 其实真的不懂 我突然知道 你老爸是耐忍你啊 还是耐忍你 你十四岁 当然是耐忍 我记得我小时候 八岁我都駕过电单车 但不是真的我駕的 可能是我表哥在后面 然后他抱着你 然后你就碰到他身上 但当时我好像八岁了 然后我就一下子 你知道你不懂駕駛车 一一下子 即是差点 可能这个是墨长差点 就撞 然后就立即停车了 我知道 因为他立即捡住 所以之后我对于机械 我也有点害怕 电话 电脑就经常成怀 另外我发现了一件 比较特别的东西 我穿红色 大家都知道我喜欢 但Alan也是穿红色 而且衣服挺特别的 有一个叫做法拉利的 logo 可以解释一下 这是一个车会 法拉利Owners Club 我第一个 差不多是第一个 加入车会 也加入了五、六年 人生第一辆跑车就是法拉利 超跑 超跑就是法拉利 那时候自己慢慢存钱 慢慢存钱 突然存到一笔钱 拿了整副身家 就去买了法拉利 那真的很容易车 对 是的 全部的钱都在车上 到现在都是 很贯官的始终 做人 由小时候 13、8岁就喜欢车 到现在 可能到未来88 都喜欢车 对 小时候我就在想 如果是买楼还是买车 我都会是买车 不买楼 真的吗? 到现在也是 以前300万一栋楼 300万一辆车 我就一定买车 不买楼 那如果以前 买了300万一层楼 不买3000万 那不就笨 所以我现在 我就犯了八个楼 但是现在 会不会想着 下次我就要买楼 不买车 我不会算了 都是买车 都是买车 他对那样很侄着 很喜欢 我经过地产部 看到一些800万 或1000万一栋楼 或1000万一辆车 我会选1000万一辆车 我宁愿 我很傻 都不是的 其实你很迷短 好像我很迷短 我也是十多岁 人家去喝酒 我就在看书 但是有个分别 他要付出真金钱 你付出时间 我都要付出他的精神 是的 那好吧 那和Anna聊到这里 因为我知道这个题目 很久了 我们稍后再继续谈 男观众 都想继续谈 特别是你 你男生之间 特别兴奋 是 没错 那好吧 那好吧 我们到这里唱 通晨看看兵门老师的碟 说一下 他就都会读得了 然后再读想看 可疑 就好 我